雞蛋糕在我們小時候 除了初一十五或過年過節才能吃 而且做這個雞蛋糕已經不是那麼多人做 但是要吃的話,唯一的方法就是自己做 做這個雞蛋糕也不是很難的 首先,我們的材料最重要是用五隻大雞蛋 然後用大概四分之三茶匙拋打粉 然後用砂糖,一百二十克 再來就是低筋麵粉,都是一百二十克 好了,我們的盤大概是用6.5吋乘2.5吋高的 做這個高盤的底部可以脫出來的 因為我們最主要不是用這個高盤 我們是用一張烘焙油紙 然後做一個用紙做的盤 就利用那個帽的形狀 造成一個蒸高的盤子 用紙來做的 為什麼我們要用這個盤油紙呢? 因為它蒸出來的高 由於它在底部 蒸在下面上來的 蒸出來的高 是比較漂亮一點 而且不會皮會厚一點 這樣 好了,我們把紙放進去之後 做了一個印子之後 就把底板拿出來 然後呢 就放進蒸爐裡 為什麼我喜歡用竹的蒸爐呢? 因為竹的蒸爐是沒有渡汗水 因為如果你是用鋁的爐呢? 可能呢 有少許墨水 令到紙會濕 所以我就喜歡用這個竹 好了 至於雞蛋呢 那麼我們呢 就 打爛了之後 就用一個盤 這個盤大約是 三公升左右 要大一點 還有口要闊一點 好了 那麼我們就用打蛋器 就慢速 就慢慢把蛋打勻之後 然後就放砂糖 砂糖也是慢慢打 打完之後 把蛋器的速度加高 就慢慢把蛋器打起來 這個程序大約是需要 大概是六分鐘至七分鐘左右 那麼打起那個膏 那個蛋漿呢 是會很高的 為什麼我喜歡這些闊口盤呢? 因為我一邊做 就一邊可以轉那個盤 那麼等多些空氣進去 那麼那個蛋漿呢 就會升得很高的 好了 大概是六分鐘左右 應該它會升高 大約有1.3公升左右 那就是呢 怎樣為止 可以不可以 大家會看到的 它又滑 而且呢 真的可以在上面 滴耐 那些痕跡 沒有那麼容易散 這樣就可以了 好了 做完這個步驟之後 我們要準備一些粉 我們預早把拋打粉 和低筋麵粉 就混合了 而這個步驟呢 那就是要用一個篩 就慢慢把那些粉 一層一層篩下去 但是做這個動作 比較快一點點 因為如果不是的話 你弄太久 那個空氣會走了 那個膏 那個蛋漿呢 就會少了一些 那你焗個蛋糕出來 就沒有那麼漂亮 好了 那麼我們一層一層做 就用我這個這樣的方法 就會很快就把那些粉 混合在一起 混合完之後呢 那麼我們下一個步驟呢 就是下兩茶匙的油下去 跟著呢 我們攪勻 攪勻之後呢 大約是兩三分鐘左右 那麼我們就把它倒入高盆那裡 倒入高盆那裡 倒入高盆之後呢 那麼我們呢 順手呢 就整理一下旁邊的紙 因為它倒了一些蛋漿下去的時候 那些紙呢 就會軟身一點 那麼我們將這些摺痕呢 就稍微整理一下 那麼讓那個膏呢 蒸出來呢 就比較漂亮一點 好了 整理完之後呢 那麼我們就把膏 就放入那個蒸爐那裡 好了 那麼我們呢 蓋了蓋子之後呢 就大火蒸三分鐘 三分鐘之後呢 我們轉中火 就可以蒸去十七分鐘 total總數呢 是二十分鐘 二十分鐘之後呢 我們就熄爐 就焗五分鐘 焗完五分鐘之後呢 這個蛋糕呢 我們就用這個 竹籤試一試它 竹籤試了 它沒有粉黏在那裡了 即是說這個蛋糕完成了 然後呢 我們趁熱呢 就把那個鐵殼呢 就拿走了去 跟著呢 就用竹籤呢 就把包著那個 那個 紙呢 就拿走去 趁現在熱呢 它就很容易拿走 如果你冷了呢 它就會切爛了 蛋糕的了 所以我們趁現在的時間 就拿走這些紙 然後呢 就大概再等十分鐘 就拿出來 就可以分開它了 切蛋糕的時候 記住 這些刀呢 只可以向後 不要再向前再推 一下一下 切下去 一刀一刀這樣 切多幾刀 那麼蛋糕呢 就會很漂亮 由於這個蛋糕 大家看看我切的時候 多鬆 多鬆 所以呢 是要很小心 要不然呢 分了蛋糕出來 就會崩崩 就不好看了 我給大家看看 做出來的效果就是這樣 這些就是我們小時候吃的蛋糕那種 質感來的 好了 如果你分蛋糕 記住呢 就由邊切進去 不要在中間切 如果不是的話 那些角就崩了 好了 切完蛋糕 我們就把它放回蒸爐那裡 由於這些蛋糕是沒有水分的 它是只有粉和雞蛋 所以吃的時候 如果你用新鮮吃的時候 就特別好吃 如果大家未吃的時候 最好把蛋糕放回蒸爐裡面 到吃的時候 就翻蒸下去 就可以 不會失去原來那種雞蛋糕味道 如果家裡有誰生日 趕不及買蛋糕的 不妨自己做一個給他 又便宜又靚又正 大家不妨試一下 拜拜